基隆市正在积极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为什么需要做污水下水道呢 它又有什么样的功能 带您一起来关心 穿梭在基隆的街道上 大家一定经常看到一处一处的工程为例 这个就是基隆市政府 目前正在积极进行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根据统计 基隆市每秒就有一顿的污水流入河川跟海洋 这对城市的生活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家庭污水处理已经是刻不容患 那污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生活废水都叫做污水 那包括我们从厨房 浴室 厕所等等 还有包括各种洗涤产生的废水 那包括我们洗衣服的水这样子 那简单来说就是除了我们雨水以外的 其他的那个生活的废水都叫做污水这样子 由于早期的都市建设都没有规划污水下水道 所以这些生活污水都直接流进排水沟 再排放到河川最后进入了海洋 因此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建设 就是把所有的生活污水收集后 经由密闭的污水管线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专业处理 符合环保标准再排放到海洋 这样一来将可以大幅提升民众的生活环境 也可以保护河川跟海洋环境 水溝里面没有污水以后 并没有也不会再产生 那当然我们本市的几个主要的河川系统 包括我们田鸭河 旭川河 在经过污水下水道建设完成以后 大概没有把污水再流入进去的话 整个它的水质会变好 由于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已经被世界各国视为现代化城市的一项重要指标 所以污水下水道建设 需要全体市民共同来支持 营造干净的宜居城市 基督新闻记者陈初平 陈静勇采访报道